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着车地走何文田 家道里道 去到黎智英大门门口 口罩男马上下车 将燃烧弹扔向铁闸 过程不需要半分钟 黄涂就上车走人 示范在昨天凌晨1点26分 保安立刻将火构式 之后报警 两分钟之内 亦都有人驾车 去到将军澳苹果日报大楼 分别在两个出入口扔燃焦弹 警方在附近四个地方 Servor Park折车都没有发现 大约半个小时后 怀疑涉案的两架私家车 分别在石劫尾和长沙环 起火范围 两架车的车牌都被拆走了 警方发现 两架都是前天的失车 不排除是经过精心策划 业一坚认为 事件和新闻自由有关 强调《苹果日报》会遇上报导 查实过去19个月 黎智英和《苹果日报》 遇到超过10次有组织的暴力集击 威嚇和围堵 恐吓行为亦一再升级 基协就说 事件明显是冲着《苹果日报》 亦挑战法治 促请警方尽快调查 《苹果日报》 在《家里公会》 强烈谴责暴力集击 强调会无畏无惧 守护真相